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过B2轰炸机外形的小伙伴 对这架战机一定非常感兴趣 酷似蝙蝠的外形可谓是一改世界战机格局 那么B2轰炸机为什么采用了蝙蝠外形 而越来越多的战机为什么也在往蝙蝠外形上靠拢呢 今天火力军就带领大家 看看蝙蝠外形到底给战机什么样的加持 在视频开始之前 火力军先提出一个问题 对于现代科技而言 大家觉得什么对现代科学的影响最大 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尖锐 许多小伙伴就会说了 战争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 肯定是战争对现代科学的影响最大 不过火力军苦思冥想了一天 突然发现仿生学才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科学 从目前来看 仿生学都已经用在科技各个角落了 这些科技在武器系统上更是大放异彩 比如说声纳就是利用海豚的回声定位制作起来的 同时人类还根据海豚制作出了潜艇 利用文字振翅制作了振动陀螺仪 而这项技术更是用在了超音速飞机和导弹身上 虽然在人类科研的历史上相比于成功研制的声纳 还有许多科技我们都没能成功研究 不过这种失败是非常正常的 对于已经研制出的新式武器 仿生学可谓是帮了大忙了 现如今人类已经迈入到新的纪元 在仿生学的加持下 武器系统的更新更加千奇百怪 而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为啥现在的飞机一个个都越来越像蝙蝠呀 我们都知道飞机上的雷达 就是用蝙蝠的超声波制作的 不过现在人类已经不满足于超声波雷达 连战机都要变成蝙蝠 就像美国最先进的隐形轰炸机B2 它的外观就非常像蝙蝠 有了这个例子 霍利军终于知道 为什么现在的飞机越来越像蝙蝠了 飞机的发展史说实话 也是仿生学的不断突破 而在不断创新的 还记得人类第一架飞机 那不就是莱特兄弟当时看着天上的小鸟 突然想到 人类是不是也能跟鸟一样 在天空自由飞翔呢 就这样 第一架飞机问世了 后续的飞机设计上几乎万变不离其中 都和鸟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过到了现代来说 我们早就不屑于研究鸟类飞机了 这玩意儿都被研究烂了 美国人转念一想 老子要研究点新东西 最起码要让全世界再赶超几十年 酷似蝙蝠的B2轰炸机出现了 这款轰炸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轰炸机的格局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隐身性能了 B2作为战略级隐身轰炸机 它就是一个天生的杀手 可以悄无声息地突破敌人的防御 指导黄龙 让对手感受到密集的火力覆盖 可以说拥有了隐身性能 让这款轰炸机真正成为了 独孤求败的最强兵器 不过小伙伴们不知道的是 B2轰炸机的隐身能力 一方面来自稀有的隐身涂料 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它的外形设计了 B2战略轰炸机的外形颇具科幻感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大蝙蝠 别以为美国人以为这个外形好看就选择它 而是因为选择它 可以最大化的增强隐身能力 这时候就有小伙伴会说了 火力军你在胡扯 一个蝙蝠外形就能加大隐身性能了吗 其实我们在研究了雷达后会发现 雷达搜索战机 无非就是采用电磁波反射的原理 隐身涂层的出现 让机身大面积可以拥有吸波特性 减少暴露的可能性 正所谓你有千条技 我有老主意 战机你不是能吸波吗 你总不能吸收红外线辐射吧 飞机过程中 进出气口总是要有温度的 不得不说 B-2轰炸机的设计师真是个鬼才 人家将其设计成蝙蝠的形状 进出气口压根就没放在下面 而是放到了上面 当雷达从下往上侦测时 完全看不到它的进出气口 更厉害的是 酷似蝙蝠形状的B-2轰炸机 扁平状的设计 能够减少雷达的反射面积 再加上隐身涂层 这就满足了让战机完全隐身的特性 如果从这点上来看的话 战机在蝙蝠外形上 确实有太多的优势 这种优势并且是天然存在的 科索沃战争作为B-2轰炸机的处女秀 让B-2轰炸机大放异彩 一看这个战机 不懂行的还真以为这是外星科技产物 别看这玩意儿造型犀利 突放能力真的是杠杠的 科索沃的天空彻底成为了美军的后花园 你什么雷达探索精准地空导弹都不好使 在绝对隐身面前 一切都是弟弟 此时的B-2轰炸机已经被研发了十年 美国在此时可谓是领先了全球至少二十年 这让全世界突然明白一个问题 你美国在跟我耍赖皮呀 当大家还在纠结空战怎么打的时候 你已经跟我耍流氓了 开始玩隐身 那不行你都开始玩隐身了 我也要玩 就这样隐身战机在现代战争中的需求变得无比巨大 并且在战场上占据绝对的优势 甚至拥有足以改变战场局势的能力 当隐身涂料一点点被世界各国玩明白了 大家突然发现这隐身涂料也不过如此嘛 不过反过头来各国发现了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隐身涂料也不是百分百就不会被发现的 那我咋才能做到真正的实现隐身呢 这时各国的目光又放在了B-2轰炸机上 那么将B-2轰炸机的蝙蝠外形放到其他战机上 真的可行吗 在解答这个疑问之前 火力军在思考一个问题 对于现代战机来说 机动性和隐身到底哪个最重要 思考了很久 火力军认为一定是机动性更重要 科索沃战争就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别看美国十年前就发明了B-2轰炸机 但是在科索沃战争发生之前 美国可是压根都不敢派这架飞机执行任务 美国不敢派的原因也很简单 说白了 在当时来说 这款战机的涂层太过先进 万一被忌毁泄露了 B-2就不再是秘密了 毕竟F117当年不就是因为被打了下来 这才让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隐身战机的秘密 不过基于这个原因 火力军还有一个猜测 那就是这款武器的存在并不是针对小国的 对于B-2战略轰炸机来说 它在研发之初的目的毫无疑问 是针对前苏联 美国人当时想的是 苏联毕竟也是个强国 你的防控体系还是比较全面的 我能不能搞个全方面隐身的战机 直接突防到你家里 搞偷袭偷你家 那我实在是太赚了 那如果从这里看的话 美国人的研发B-2的目的 就是针对拥有完整防御体系的大国了 美国人在B-2上做出的一系列投弹测试 现如今在B-2轰炸机弹舱完全打开后 30秒内就能投放完所有的炸弹 将隐身执行到了极致 这是因为美国非常清楚 B-2轰炸机出了隐身和载弹 其他一无是处 这也印证了火力军的猜想 这说明蝙蝠机型的设计 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这玩意儿由于是扁平状的 它没有垂直尾翼 这就导致机动性实在是太差了 谁都不敢将这项科技放在战斗机上 对于战斗机来说 必须要保证机动性 甚至是绝对优势的机动性 才能在未来空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按照这个说法来看 蝙蝠设计对于战机来说 除了隐身一无是处啊 火力军凭什么说 许多战机都在往蝙蝠外形上靠呢 说实话 对于蝙蝠外形设计来说 战斗机是绝对不可能的 除非美国能搞定蝙蝠形状 带来的天然机动性劣势 否则蝙蝠外形绝对不可能 在战斗机上重现 不过战斗机上不行 那我们就换个思路来搞 反正这玩意儿 不就是为了突防设计的吗 美国都在B-2轰炸机上 采用了蝙蝠外形 这都把标准答案写在上面了 这还不照搬全超的话 说实话 确实有点看不起美国了 俄罗斯在这方面 真的是简单粗暴 最近俄罗斯的概念轰炸机型 PAKDA战略轰炸机外形披露 外形跟B-2那简直就是 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说是两双胞胎都不为过 实在是太像了 这次俄罗斯就抛弃了 原来的传统机身布局 全面向美国靠拢 美国坐不住了 顾不上自身形象 大骂俄罗斯不要脸搞抄袭 不过玩归玩闹归闹 俄罗斯这款战机还真不是盖的 它算是解决了 B-2轰炸机的动力缺陷问题 B-2轰炸机的飞行速度 为0.9马赫 而PAKDA轰炸机飞行速度 达到了1.5马赫到2马赫 这个飞行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甚至可以说 俄罗斯PAKDA轰炸机 也将会超越美国B-2轰炸机 称为历史上 极速度再大量 隐身性为一体的先进战机 此时压力给到了美国这边 美国也很懊恼 明明是自己先研发出来的东西 到最后都被偷师学走了 不过基于B-2B-2一围出行 美国想要发明新一代隐身轰炸机并不难 所以当轰炸机完全向隐身性能靠拢 适当的舍弃一些机动性 那么轰炸机在未来几十年里 至少在外形上不会出现任何改变 毕竟蝙蝠外形实在是太香了 如果当隐身轰炸机拥有绝对突防能力的时候 这绝对是国家注尸级别的武器 毕竟轰炸机选择绝对隐身 在安全性已经有了极大保障 根本不需要太强的机动力 这位隐身杀手对于大国来说实在过于重要 蝙蝠外形的天然优势就成为了各国研究的科技之一 不过这也产生了一个疑问 蝙蝠外形是不是也就只能是轰炸机可以玩玩了 毕竟战斗机不能用 其他飞行器难道对这项科技无法使用了吗 其实也不然 对于现代战争而言 人左右战争的能力实在是有限 无人科技在高速发展下成为了现代战争中的主要武器之一 我们来看看目前美国最先进的无人机 它的外形也是采用了蝙蝠外形 火力军对于无人机采用蝙蝠外形是这样猜测的 首先对于无人机来说 无论是大型无人机还是小型无人机 它的出现一般是作为疗机出现 这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牺牲 我们常常开玩笑的说 一架飞机的成本最贵的不过几亿美元 美国最先进的X47B隐身无人机作为航母舰载机 完全是由电脑操控的无人机 也不过是6亿多美元一架 但是一个飞行员的培养成本远远高于X47B隐身无人机的造价 所以作为一款随时随地都能牺牲的武器 不过几亿美元而已 相比于牺牲一位飞行员实在是太值了 但是可惜的是 X47B隐身无人机不能拥有隐身涂层 主要还是怕被击毁 一旦被击毁 才还没有收拾回国 被其他国家掌握了隐身涂层技术 这绝对是极大的损失 所以在外形上就要求无人机尽量能减少反射波范围 蝙蝠外形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X47B隐身无人机 它的外形和B2非常相似 另外除了大型无人机以外 小型无人机作为高损耗低价值武器 在特种部队2眼镜蛇的崛起电影中 我们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小蜜蜂突破防御 这种典型的蜂群战术在采用了蝙蝠形状后会发生质变 本来这个东西的体积就小 再加上减少了反射面 它在雷达上的大小能有多少 怕是也就和蝙蝠那么大 这种小动物出现在雷达上 一旦麻痹人类危机一时 它所带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这种变态的突防能力会让无人机领域 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加惊人 甚至一举改变目前的战争现状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火力军在乱扯呀 想想B2的体积 B2的翼展就达到了惊人的52米 X47B隐身无人机也才不过18.92米 三个X47B隐身无人机才等于B2的翼展 这么大的体积 它在雷达上的面积也不过是一个鸽子大小 不过在这里火力军开个玩笑的说 当B2轰炸机在这里设计的就不合理了 隐身性能做的这么好干嘛 这要是在2万米高空巡航被雷达发现 那看雷达的人都要好好思考一下了 这2万多米 鸽子能飞上去吗 这还不给你来一炮呀 看看你到底是鸽子还是轰炸机 不过这是开玩笑的说 这说明B2轰炸机的隐身性能确实太优秀了 那你们觉得一展远低于B2轰炸机的X47B隐身无人机 它的反射面到底有多大 它能在雷达上显示多大的图形呢 所以这种武器太过于变态了 X47B隐身无人机的造价也不过6亿美元 并且还是一件可以随时牺牲的武器 这种变态的突防能力会是各国最大的杀招 也是最难以让人低防的武器 可以说目前的战机除了尖击击在短时间内 要保证隐身机动性 所以无法采用蝙蝠外形外 目前的大量战机在要求高效突防的前提下 都可以采用蝙蝠外形 不过这种技术仅仅只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对于小郭来说 你们的战机还是老老实实的制作吧 在这里火力军重申一下 不是看不起哪个国家啊 而是这项技术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很难掌握 我们从外形上可以说 不就是蝙蝠的外形吗 一个学美术的轻轻松松搞定 但是在如何设计上 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我们来看美国B2轰炸机 B2轰炸机最典型的就是 将进出气口放在了上面 美国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设计的 由于必须考虑B2轰炸机的隐身性 所以才将进出气口调整到了上方 尽量减少雷达红外线扫射 达到出色的隐身性能 这种外形设计没有千百次实验 是不可能得到这个理论的 其次对于蝙蝠外形来说 由于失去了以往战机的垂直尾翼 就单单这个设计就能看出美国人的魄力 真的是为了隐身 啥都敢造啊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B2的操纵确实没有普通战机好 不过有利就有弊 为了隐身 美国人忍了 大不了就是多操作多实践的 这对于普通国家 谁有这个底气拿这玩意训练呢 一个B2轰炸机的造价就几十亿美元 万一摔坏了 那都是纳税人的钱呢 这不让人心疼死 所以对于小国来说 蝙蝠形状的隐身战机对他们就是鸡肋 这玩意儿造价太贵 实战虽然很强 但是对于现阶段来说 根本没什么意义 我们来看俄乌冲突中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机型号 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基本没什么先进的型号 双方无论是海陆空任何一款武器拿出来 都是老掉牙的武器 所以对于小国来说 研制蝙蝠形状的战机意义不大 但是对于大国来说 蝙蝠形状的战机确实过于变态 火力军大胆推测 在未来50年内 几乎所有的战机都会称为蝙蝠形状 当然 尖机机在解决了蝙蝠形状带来的操作问题后 绝对也是以蝙蝠形状为主 并且在未来战争中 或许我们还能看到 天上的飞行器的形状更加离奇 如果此时美国说 他们研发了UFO 火力军甚至都不觉得奇怪了 因为对于目前隐身时代来说 如何能让战机高速突防 才是未来战争的主旋律 占据了海空优势 战争也已奠定了最终的胜局 各位小伙伴 你们认为 战机外形还会向什么方向研究 未来的战机会不会像小说里的飞行器一样呢 毕竟这种具有科幻性的战机出现 可能会再度改变未来战机的设计格局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